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起立與你同在 對 大家都期待很久 也好奇很久的問題 Rush Duo 到底好不好耶 想得到這問題的答案 我們必須等到四月多 就是官方產品上市之後 而且還要台灣有代理 我們才能夠玩得到 那在此之前呢 帥狗自己印出來了Rush Duo卡片 而且我要把它判化 那這支影片呢 等一下帥狗會跟女王進行10卡對決 然後我會直接教女王玩這套遊戲 我大概說明一下女王的背景好了 她會玩所有 而且玩過寶可夢卡片 跟魔法風運會 因為覺得遊戲王太難 所以一直沒有摸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還是 因為遊戲王沒有中文化啦 我想讓她來試玩這個產品 可能非常適合 她本身並不是重度的TCG玩家 那作為輕度玩家 甚至可以說是陌生 她會如何去評價這款Rush Duo的產品呢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帥狗開箱頻道呢 最近會開箱這個產品 MP48 Lio Combo 這個如果是跟我同年界的小朋友應該都看過 它是變形金剛 Beast War 那個系列的白獅王 我記得早期台灣翻譯叫做Lio Combo 那它是耐帶的主角 我記得耐帶的logo還會上變金剛2 那早期台灣翻譯是叫白變金剛啦 OK 我相信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我的開箱頻道 或者這支的開箱影片 各位可以follow一波 好 那這兩副牌組呢 就是目前官方釋出的魔法師跟龍族牌組 那卡片內容呢 截止是3月2號的上午之前 其實就3月2號之前啦 因為3月2號晚上才更新了 我記得是一張魔法師用的魔法卡 比較強 我製作卡片的時候 它還沒出 所以沒辦法 那跟大家講一下Rush Duo的規則 跟我們現在玩的OCG有什麼不同 最主要的不同就是 Rush Duo的通常召喚也沒有次數限制 所以你可以一直召喚一直召喚一直召喚 馬上召喚兩隻怪獸然後馬上把牠生追掉 召喚上級怪獸 這按你來說是辦得到的 然後再來就是 每回合抽牌的時候是抽滿5張手牌 假如說你手牌已經是5張了 那就會再抽一張 魔法獅子跟怪獸變成3個 但生命值一樣是8000 然後牌組也是40張 那在正式開始決鬥之前呢 我先將女王玩這款遊戲 大概會跟她進行3回合的決鬥 有這樣完成的過程 才能夠做出比較客觀的評價 好 Let's go 好啦 那我現在開始教你玩了 這... 這兩張卡太廢了 所以就沒有夾到那個遊戲裡面 等級4以下的怪獸 可以直接出喔 對 可以直接出 等級5 6需要一個忌平 然後7 8需要兩個忌平 那可以出幾隻 沒有限制 那我直接放著喔 可以 直接出 Because I am bad man 兩張 出來了 然後呢 然後不能直接打吧 先攻的不能攻擊 那沒了 沒有 那換我囉 好 躲囉 召喚 召喚 你為什麼手配力是 人家是吐槽 攻擊力都1100喔 1000... 1000... 1100... 1100... 好像有點高耶 再召喚 然後我犧牲掉 因為現在是 可以直接犧牲 可以直接犧牲 召喚 因為它現在就是 召喚沒有任何的次數限制 它犧牲 4 4可以直接召喚嗎 4可以喔 4以下就是可以直接通常召喚 包刮4喔 對 包刮4 然後把它當祭品 犧牲掉 好 這狀況 OK OK 我出完牌了 然後 那我抽牌了 還沒 先戰鬥 1100直接攻擊 有打到嗎 你不是打我嗎 直接攻擊是打到人 為什麼它可以直接攻擊 因為這張卡的效果 對 然後 好 那這個 打這隻 它麻煩率才100耶 但是你現在是攻擊狀態 這樣只是攻擊 這樣才是守備 那你就要減600 因為我攻擊1700 中間的數值的差距 所以你要減 因為它死掉了 對 它死掉了 送到目的 這隻 再打一個蝙蝠俠 不能打我蝙蝠俠 為什麼不行 因為等一下我要召喚 你可以召喚幾隻怪就可以了 我沒有怪啊 你等一下會抽 我抽到沒有 可以啦 我真的打蝙蝠俠 好 表演講攻擊是1000 所以要減700 好 那就換你 抽滿五張 為什麼要抽滿五張 它這個模式就是抽滿五張 那我沒有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你會中 好 那我要把萬七眼牌 蛤 兩個忌評 你要選兩個忌評 表演一下 哇 千眼白龍啊 哇 哇 它這個遊戲就是 你得盡快把你的手牌 就是每回合都可以出完 效果補滿 我用七眼牌龍打你 打誰 這攻擊1100 這攻擊1700 手牌一張送 你怎麼可以拿 我沒有送 你沒有手牌了 你要打哪一隻 這隻要打弱的那隻 好 它死了 攻擊是1500 所以我減400 這隻要打那個 減1300 打不動了齁 那就換我了 因為戰鬥結束了 就結束了 那就換我了 我抽滿五張 喔 喔 喔 這手牌 這手牌 來 招牌他有事嗎 沒事 兩隻犧牲 新的主角怪獸 七 七王道的魔術師 然後 七王道魔術師的效果 一回人刺 牌組上方 一張卡送的目的 然後我目的有幾種 不同屬性的卡 每一張 攻擊家300 12 3 4 所以4 3 12 我攻擊變成3300 那麼高 超高的 3300 然後 手牌一張獸牧可以發動 我這張卡獸牧 快發動 魔法卡 風金的家戶 選擇一張魔法師 攻擊上升1000 現在攻擊變成4300 打不死 打圈顏白龍 不是了 對 YA 幹掉圈顏白龍了 4300 所以你要減多少 減1300 好 換你 我要召喚 嘿 那你要有兩個忌平 他現在攻擊變成2100 那我打你我就死了 對啊 那我直接打你 你要不要處理一下他的效果 這樣 牌組上防送給他 恩 斯卡戰鬥將怪獸破壞的戰鬥 斯卡戰鬥將怪獸破壞 可以再攻擊一次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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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你要怎麼做 我要打你 他嗎 攻擊2500 那我吃 我先剪400 你有魔法陷阱要用嗎 這個 那手背怪獸才有用 我這個不是手背 手背長這個樣子 對 所以我先剪4吧 那他不就死了 那我可以再打一次 對他可以再打一次 所以我再剪2500 然後這隻要攻擊嗎 要啊 好 你剛剛沒有發現他的效果 他的效果是幹嘛 手機上手可以打一下 好啊 OK 兩張戰 OK 那就是總共打2000 喔 好厚喔 快被你打死了耶 哇 這是要怎麼辦喔 手上沒擺就只能看對手做事 然後激動不了 你要看對手做多久啊 哇 哇 我好像輸了耶 換你 猜猜我是攻的按摩者 我犧牲他 嗨 造反對 嗨 一隻就好了 嗨 整隻五一隻就好 你那個穿透就可以用啦 像我這個就是所謂的里側手背 不知道喔 對啊 那我用了可以再蓋嗎 可是你用他就去目的了 喔 你現在發動嘛 對啊 OK 你可以選擇 你場上一隻怪獸這會有打人會穿透 就 好你選他 OK可以 然後我可以再蓋一個 對 哇賽 我方場上有表示表示的怪獸 插 所以可以插動 對方場上魔法性型卡一張破壞 這張破壞 對啊 殺你 哪一隻先打 好 好 好貫穿 啊 哪花了 然後我就真的打 出了 帥狗最棒 好 第一把你會玩 我相信第二把就越來越順 我們交換牌 喔你要交換牌啊 好 大概就是這樣玩 我還以為可以贏你三把 你已經贏我兩把了 你還想怎樣 這個遊戲會很難嗎 卡牌 不會很難 不會很難 好看這種中文字 看到中文的遊戲網路面覺得比較舒服 有啊 我想也是啊 我看到中文覺得很舒服啊 可惜這個就 不是官方正式翻譯 而且到時候 就算台灣有代理 應該也還是日文 對啊 其實怎麼說呢 我覺得Rush Duo 痾 我剛剛玩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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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之前 當然沒有我們玩習慣遊戲網來得這麼滑溜 啦 不過他真的變得比較輕度 就輕度遊戲網卡 還是滿有趣的 就把那個操作感 比較複雜的遊戲網簡化 但當然我知道很多 老玩家覺得說遊戲網完蛋了 為什麼遊戲網出這種東西 不是遊戲網已死 這種留言我都看過 首先 有兩件事情 我真的希望這些玩家可以弄清楚 就是Rush Duo 它跟OCG 就是我們現在在玩的卡片 是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產品線 所以Rush Duo會出 我們自己本身在玩的OCG遊戲網卡 也會繼續出 這兩個產品線會同時存在 所以 我覺得值得我們玩家注意的是 官方出了Rush Duo之後呢 會不會 就是對OCG 處理的比較糟糕 就是OCG之後的產品出了怎麼樣 會不會質量變差 實在是我們這些熱愛OCG玩家 該注意的事情 而不是 產品都還沒上市 後續的東西都還沒出 我們就先噴 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不是很健康的想法啦 那 你看不慣Rush Duo 這是正常的 因為Rush Duo它鎖定的客群 就不是我們這些成年的玩家 Rush Duo很明顯 它降低遊戲難度 是Focus在新的小朋友身上 所以你看不慣它的美術風格 證明你被這個世界摧殘過 很正常 你把我當小朋友了 啊 我去看不慣的 我可以看不慣的 你是否一人 是否認識的 是